北京时间12月3日消息 CBA联赛11轮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 辽宁队坐镇主场迎来了北控队的挑战 最终辽宁队以105比97战胜队首行5连胜 而北控队则5元2连胜 数据方面 北控队小万元马布里得到16分6篮板7助攻 大万元兰多夫得到31分13篮板 阿巴斯14分8篮板 国内球员中许孟军17分 杨静敏7分10篮板 王征8分4篮板 辽宁队小万元哈德森得到28分9篮板2助攻 大万元巴斯得到26分8篮板 国内球员中郭艾伦18分6篮板4助攻 刘志轩11分 赵继维9分 李小旭4分10篮板 此前北控队在主场战胜了吉林 即使避免了三连败 但球队和新马布里全场竟得3分 创造了加盟球队以来的得分新低 外界对这名老将的质疑越来越多 不知道未来他将如何回应 此一之前 辽宁队已经取得4连胜 虽然球队的表现率有起伏 但作用一众国手的他们依旧被看作是总冠军的有力 争夺者比赛开始后 做客的北控队反客为主 在马布里的串联下 他们开场就连中三季三分球 但辽宁队的反应也很快 忠诚和郭艾伦也用三季三分给出了回应 双方替换大外援出场后 比赛变为了兰多夫和巴斯间的个人战 比分交替上升 随 招客对阿巴斯的压哨三分不中 辽宁队以23至21领先结束首截 次节比赛上来 兰多夫手感火热 先是强打巴斯得手 后又联手许孟军各入一季三分 被控队打出了一波8至0的高潮 辽宁队被迫叫了暂停 比赛回来后 巴斯在内线接连命中 哈德森也快攻得手 主队一局反超了比分 见识不好 下场休息的马布里迅速回来 先后助攻兰多夫和许孟军命中三分后 他们在半场结束时将比分追至50比50 一边在战 辽宁队增大了防守强度 迫使北控队多次失误后 趁势打出了一波8至0的小高潮 北控队迅速在进攻端做出调整 通过马布里和阿巴斯的个人单打来勉强支撑 但由于效率不高 场上的分刹始终在8分左右 双方你来我往 辽宁队以85至76领先结束第三节 最后的末节争夺 辽宁队利用对手的失误多次打成反击 分差来到9分 随后阿巴斯造成了郭艾伦的委体犯规 这似乎影响了辽宁队的情绪 北控队迅速将分差缩小到3分 关键时刻 辽宁队决定派出感冒 为郁德韩德军来加强内线 此后兰多福在攻防两端均受到限制 朱队趁势再次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 随着时间的流逝 北控队无力逆转 最终 辽宁队以105比97取胜 CBA下一轮辽宁队将继续作证主场营 来北京守钢队的挑战 而北控队将回到主场营战深圳队 北控首罚杨静敏 马布里 徐孟军 阿巴斯 王征 辽宁首罚哈德森 郭艾伦 李小旭 忠诚 刘志轩 寻高 街上 I 这个